加油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场的单打比赛 是由朱宇玲对冯雅兰 那么第一场的比赛呢 是刘诗文战胜了顾热忱 武汉现在是领先一场 加油 冯雅兰 朱宇玲大家知道 她现在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四位 世界紧妙赛的女团冠军成人 而朱宇玲呢 在前一段的总决赛当中 也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拼招联赛 朱宇玲呢 在单打胜率榜上 一直是高居榜首 排在第一位 而今年她转会到这个山东鲁能 可以说她的整个个人的核心能 核心能力也是带动了 整个队伍的成绩 确实是一个高手呢 能够把一个队伍能够带起来 另外呢冯雅兰这个运动员呢 非常有意思 我很喜欢看着打球 因为她很有特点 像男孩子 另外她这个时候很突出 步伐很好 在比赛当中呢 很善于发挥自己 好球 2比4 冯雅兰呢 在今天啊 决赛以前我也问她的较量 我说冯雅兰的这个球 冯雅兰呢 很适合于这样的一个比赛环境 一张球台 然后拼一场球 她特别能拼 给对方的这种 威慑力 威慑力特别大 但是你要让她打对那大循环 可能她呼啰呼啰 连续输 可能输一会输好多场 但是你让她拼一场 她所有的能量都能发挥出来 嗯 哦 漂亮 在这个阶段大家还是 刚刚开始打比赛 还没有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也没有完全这个兴奋起来 是的 打了一些 还是有一些无畏失误 哇 漂亮 周卫玲的球 邓亚平有没有发现 和刘世文多少有一些相似 离台比较近 是与这种相持 控制 防转攻 攻转防 冯雅兰的球呢 就是锋芒毙露 她正手非常好 所以这个球呢 就是说看冯雅兰的正手 是否能够发挥出来 发挥出来 嗯 你看这个球 这个球太冒险了 对 没有必要 再一个 你看她加速了之后 她就不好测身 她测身得有时机啊 对呀 这个球 来不及测嘛 没有必要 这个球 太冒险了 没有出出机会 根本就 6比5 冯雅兰呢 是1990年出生的运动员 她也参加过 一些国际比赛 曾经获得 德国公开赛的 女单冠军 2010年 6比6 现在两方还没有牙还没告上 还没接上火 还没接上火 你看啊 邓亚平 很多运动员 特别是女运动员 包括男运动员也会出来 就她非常怕那种轻的软的球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她重球打太多了 接力打太多了 因为现在这个 怕变化 现在的这个运动员啊 这个发力的球很多 高质量漂亮的球很多 打这种轻啊 慢的柔一点的球啊 节奏变化球少 所以你要能打出这样的球呢 你就会让地球很难受 所以我们运动员不能光会发力 我们一定会轻和重 高和低 快和慢 结合的球 这个才厉害 黄亚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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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怕 全怕这种一变节奏 一变节奏 一拉一不转的 这球开始手就硬了 你看注意力量手直接就硬 这球啊注意力量需要什么呢 手不要伸太长 平顿一下 跟上 特伸 正手甩他一下 像鞭子一样抽他一下 加力 今天很有意思啊 这个冯雅兰反而在反手上开始少有剑术 因为原来他都是人家盯他反手 他总觉得要这个避重就轻 主要发挥自己的正手 但是今天你看他敢于面对 敢于相持反手 敢于变化 甚至能够有很多得分 9比9 那么其实啊 今天这个第二场冯雅兰和朱玉玲这场比赛 对冯雅兰来讲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释放自己发挥自己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场比赛 因为按照原计划 正常来讲应该他打不过 应该输给朱玉玲的 因为刘世文已经拿到一场胜利了 他们已经有一场垫底 所以冯雅兰可以尽管大胆地去放手 放开脖 来 这朱玉玲出的问题 第一个擦网 第二下差直接直线了 对 人家站那儿没动 动都没动 好像在打定点的多球一样 在训练也不是在比赛 这球直接给正手 对 没错 犯了一点小小的 对 太保守 太保守 不好 这样11比9 黄亚兰赢下了第一局 整个这一局打的 我感觉 首先两个人 现在还都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的状态 还没有打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那个层面 那么尤其呢 我觉得是朱玉玲呢 打得过于保守了 保守 今天真的好 自己的特点没打出来 自己的这个特长得翻锁断也没有 莫名其妙的在那失误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赢的 也不知道怎么输的 我觉得这一局啊 总体来讲 我觉得压力过大了 自己没打出应勇的水平 对于这个冯雅兰来讲呢 我觉得呢 还是放手一搏 在他的这个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他自己今天的这个心态也不错 还是能够搏到他自己的球的 那本身呢 他的球是靠他正手得分 但反过头来呢 他今天反手反而站得住 他敢于给这个朱玉玲对反手 所以今天呢 他对这场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 再一个呢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 就是朱玉玲呢 他的打法风格 有很多场比赛 我们转播过 可以说 很多很多场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朱玉玲 属于少年老成的那种打法 就是他的年龄并不大 但是他打球的那种方法 那种思维方式 就是总是感觉到相对是偏稳 他不像年轻人很很鲁莽 很能拼 他就这种风格 但有的时候呢 就是到了这种决赛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往前冲 你不能老是太稳 你平时可以按照你路打 但是要根据不同的比赛 不同的环境下 你才用不同的战术 不同的方式 对 他就是稳稳稳很稳 是吧 很稳很稳 然后稳稳稳 然后再有转机转弓 防转弓 但决赛不行 决赛这种气氛上来就把你 等于人压得有点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 你就必须得拿进攻 必须得以凶打 是吧 搏杀两额 打出来两额 然后自己的气就能提起来 对 对 有的是从战略上考虑 我记得就跟刘国梁原来说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感觉真正手 打不着 但打不着怎么 打不着也得打 就像邓亚平 你原来在很多大赛当中 一正手打不着 正手打不着 打不着也得打 但打是为什么 让对方 要告诉对方 我的正手我是坚信的 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必须要坚信我的正手 对 假如你打不着 打不着我回来 再调一下 调可以调 但是得坚持 对 自己的核心技术 对 对 我觉得朱雨琳到现在打得有点闷 打得有点闷 需要把自己抓紧 赶紧的兴奋起来 把它释放出来 打几个漂亮的球 发点力 别一个劲的宝 因为有时候越宝 这个气也被压住了 很多场球 前段总觉得和中华台北 也差一点点 就阴沟里翻船 但是他转过来了 他前面已经压抑的都不行了 一直是被对方冲过 被对方拉 不兴奋 对 现在就是要打出来 把那口气要打出来 那个劲儿 有时候比赛不光是打技术 还打心态 还打什么气势 气势 对 场上压着他 这反手 三比四 今天看起来 祝宇玲心理压力比较大 出手比较犹豫 现在祝宇玲就可以减少反手这块 是不是能够正手 加强点侧身 跑起来 有时候紧张的时候 两个腿啊 处在那儿就动不了了 想侧都侧 侧不起来 哎呀 两个人都犯错了 这冯亚兰 不许这球拉不上 这球拉到的球三比五 五比三 哎呀 不一样 冯亚兰 本来是一个一场舞 一把而挂 两人是一个搏击的那种比赛 然后打的什么 你拉我 我拽你来回拽的那个状态 对 哎呀 我们看的感觉很着急 希望他俩都来点狠的 别老是假的 来点干货 是吧 来点硬朗的技术 他俩现在有点太拒紧了 你看俩人都炸在那儿了 你看两个人全炸在那儿 两个人都 全部出不了手 手全部是硬的 现在场外之外就说 趴紧你也紧 你就上台 上台 谁要打上台 也可以 闻闻闻上台 也是一个战术 哎呦 哎呦 没有病 哎呦 两个人现在 已经不能动了 你两个人 现在人就要跳一跳 兴奋起来 松下来 让人松下来 让人松下来 拧得很好 但第二板的这进攻 第二板的连续 没有准备好 有比心 有时候啊 运动员在场上 比赛特别紧张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 感觉一拉空 就一拉就空了 漏了 还有一种 就一拉就 一顶 就是球对不准 对不准 就感觉这个球 往脸上跳 这都是紧张的一些表现 是吧 他不能够正常 迎球来打 六点七 加油 加油 黄亚兰 加油 加油 黄亚兰 哎呀 这个球 这个球 黄亚兰是反手轻托 现在注意灵需要解决 就黄亚兰反手轻托 你变化 这球你能不能抄出来 反手 不要再 就不要再贴了 你再一贴 没有任何的用 是吧 一贴 侧身就是一板 一贴侧身就是一板 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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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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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啊 这个 冯亚兰是从北京首刚转会到武汉安心百分百 因为她是湖北级的运动员 所以她又回到了她的母队 为武汉安心百分百效力 所以她呢更加卖力 发挥的更好 小猪 小猪 猪玲今天啊 确实 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太紧张了 那紧张是一方面 我想你还得拿出办法来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 就在这一个环节上 怎么都走不出来 不是她现在紧张的发不出力来了 发力就可以了 可以用正手啊 可以缓解 反手也可以发力 但是已经发不出力了 她现在要放松 正手不是很好吗 正手拉一下 再回来可能就没那么反手 就没那么硬了 可以用其他技术 来打活这个 今天的场上的不利的局面 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安徽合肥 金总体育馆为您带来的 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人赛 总决赛 女子团体冠军的争夺战 那么这场比赛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 对山东鲁呢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二场单打 这场比赛呢 是由18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获得者 邓雅萍和我在武汉安心百分百现场 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 和决赛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很不一样 对 这会儿啊 其实他俩你说打什么战术了 没战术 没战术 你偷过来我偷过去 现在就是打心态 打心态 还有就是说你看 你打决赛的时候有两种 两极分化 就是说一种是 我特别喜欢打决赛 我喜欢这种决赛的气氛 我喜欢一张球台 我喜欢所有摄像机对着我 我喜欢更多的观众来给我加油 还有一种人 就是我非常怕这种比赛的环境 那么他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 在场上很痛苦很难受 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员 你怎么能调到 你第一次来了 我就是释放来了 我就是享受来了 是吧 如果两人打得都很痛苦 推过来推过去 就不管输赢 感觉心里都很难受 那么输的 输球输下来感觉没发挥出来 现在需要再坚持一下 坚持 反正大家都难受了 相信后面还会有新的亮点 再坚持一下 两人都会能调整过来 太保守了 对 朱宇林太保守了 这个时候必须放手一搏了 周围一号主力 如果这场球再丢掉了 他们的压力就极大了 对 我跟朱宇林也曾经沟通过 我说小猪你打球你不能太稳 太太稳不行 你得该胸的 该脖子你得胸点 他说我胸我得需要能力 他认为他自己有时候能力不够 这个太被动了 对 对 这样冯亚兰10比8 又赢下了第二局 2比0 领先于朱宇林 这两局总觉得这朱宇林 因为他好像突然变得 一下不堪一击了 对 我是觉得还是自己把自己给压垮了 把自己的这种压力没有被释放出来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是用压力 如果是把它引导好了 这个心理调节好了 是成为一种爆发力和动力 让自己用压力 让自己激发自己更加的兴奋 把球能够打出来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问题 对于朱宇林来讲 是压力过大 没有把它转化出来 现在被压垮了 现在快被压垮了 但是看看最后这一局 他能不能及时的调节 及时的把所有前面的东西都放下 然后再次一搏 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做到这一点 他仍然还是有机会 但是如果说还像前两局那样 打得很闷 也不积极 也不上手 出手没什么质量 我觉得他这场球呢 肯定是就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看看第三局 能不能会好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现在最难受的时候 还是什么 多坚持一下 扛一扛 我倒觉得朱宇林啊 最难受的时候啊 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应该加强全面的进攻 你再稳 现在你防守 你肯定不能够赢得比赛 所以你必须要有你的得分的进攻点 不 他只要稳一点扛一扛 因为洪亚兰现在这会儿的心态变了 谁啊 洪亚兰这会儿呢 可能想赢 趁趁追击 对吧 但是小朱这会儿呢 像朱宇林这会儿没有很好的办法 他自己也没很好能够调整好呢 那我觉得就是 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我尽量的多打上台 减少无谓失误 也可能洪亚兰就犯错了 这也是一个办法 就不犯错 不失误 不失误 就这样 白脚了 是崴着了好像 在扑正手的时候 朱宇林崴脚了 我们看到 冯亚兰呢 作为队友啊 虽然是对手 但是在 对手出现 突发性摔伤的时候 冯亚兰第一时间走到 朱宇林面前 我觉得体现了 运动员的 真的是个人休养非常高 也体现了队友之间的 一种友谊 是 崴着了 就崴了一下 啪啪 崴了一下 这段时间啊 确实是球员呢 比较辛苦 对他的体能要求 对他的这个 整个的要求都比较高 而且又打到最后的决赛了 所以已经消耗的很大了 因为这个脚腕 刚才就明显是力量不足 力量不足 力量不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力量一不足以后呢 就容易造成这样的一种损伤 其实到决赛的时候啊 这个 他的消耗 是日常的训练的 五倍到十倍 这个根据乒乓球赛场的规则呢 是可以有十分十分钟的这个伤停的 希望他没事儿 希望他没事儿 对 运动员伤病是天敌 一旦有伤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这个伤病的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力量不足 对 就像邓亚平所给大家介绍的 你力量不足之后呢 你就容易出现伤病 但这段时间 他们的比赛非常的密集 我相信他们也没办法 很好地进行身体的训练 能够保证他们的修 他们的修行很不错了 所以球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这段时间 而且今年的拼超联赛呢 是密度最大的一次 时间短 浓缩了拼超的整个时间 从10月15号到12月31号 一共是两个半月的时间 要打满180多场比赛 因为今年呢 有奥运会 有市井赛 还有很多国际比赛 如果要是真的崴到 正常崴的 崴一下以后呢 活动活动缓一缓呢 就基本上能站起来打了 对 这就是力量要好的话 要正常的话 就问题不大 但如果说你崴脚之后 真正崴成崴伤了 筋扭了 或者是这个骨头上有问题 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呢 是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是 所以就看它是哪一种 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打 那通常这种情况下呢 运动员出现伤病 那么先冷喷 就是喷那个药 对 把它冰敷 对 冰敷之后呢 它有消炎的作用 让它消肿 消炎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女子拼朝联赛呢 有近二十年的历史 其中这个山东鲁能 曾经五次夺冠 如果今天能够夺冠的话 将第六次登上冠军领奖牌 那么这里面呢 拼朝联赛从 9596年开始 其中呢 江苏无锡山河俱乐部女队呢 也在拼朝联赛当中 三次夺得拼朝的冠军 分别是9697 96 98和99年 朱伟玲这个运动员呢 她是来自四川 绵阳 这个运动员呢 师从李笋教练门下 李笋教练 大家也都知道 她是金牌教练 曾经培养了 王楠 张一宁 包括李小霞 我们看朱玲 朱玲继续回到比赛 看看朱玲带伤 今天在摔倒之后 继续回到比赛 我们的现场观众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同样对朱玲练这种体育精神 拼搏精神 给予热烈的掌声 现在双方都停了一下 手凉了以后 这个赛场的情况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局势上会不会有转变 我们持续关注这场比赛 4比0 希望这个脚腕对她妨碍不大 看起来对她的移动是有影响了 看来是真崴着了 是动不了了 动不了了 这个时候啊 就是靠意志 只能靠意志顶了 死顶 没有办法 必须就是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是 简单的战术 因为你没有办法了 没有更多的战术 你脚动不了了 就是出质量 出质量 没码球出质量 反而冯亚兰 不一定适应这种方法 就像苏州市井在丁宁和刘诗文 本来刘诗文眼看着要拿 突然丁宁崴脚了 来 来 你看 会了 突然会了 这个战术打通了 这叫因祸得福 这叫扭亏为赢 还要再看一看 看看冯亚兰能不能 知道怎样去 不知道 现在你看冯亚兰 就对朱宇玲这种战术 她挺无奈的 朱宇玲就是 我站稳了 我防你 防你 防把你偶尔进行进攻 防中有空 2比2 你看这个战术既简单又便利 还不用有太大的动静 是吧 10比2 这样朱宇玲11比2赢下第二局 虽然脚扭伤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把这种不利的因素 把它转化为一种简单的战术 而这种战术呢 现在看来好像很奏效 对 反正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 应该给朱宇玲这个点赞 这个真的是拼搏精神 在这样脚 我相信她的脚崴得挺重的 否则的话 她现在 她还是可以动的 但是你看 她基本上刚才是已经 不好动了 其实没有什么 让我们来看 是没有什么不拔了 那么我觉得 这种精神非常值得 值得赞扬 那么但是对于这个 黄雅兰来讲 那么在对手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变化的情况下 我怎么样根据 她的这种变化 来重新调整我的激战术 因为比赛场上 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 对 我觉得她应该残酷 怎么残酷呢 脚疼嘛 脚疼让你跑 调动她 让她呢 感觉到这个步伐 没法跑的时候 那冯雅兰可能就成功了 那没办法 这比赛就是刚刚邓雅兵你说的 就是残酷 不能因为她不能跑 而你不忍心打她大角度 是的 帮我们看双方的第四局 邓雅兵你觉得 就是冯雅兰现在面临着 注意灵脚伤不能动 然后战术简单化 以不变又万变 站在中间 左下左下又来又打 然后有防 防为主 然后偶尔碰个攻 这样战术你觉得 现在冯雅兰应该 她到底应该怎么打 我觉得首先还是心态问题 作为冯雅兰来讲 你不用考虑 对方的脚 现在怎么样了 你就当她 什么事没发生了一样 从第一局开始怎么打 现在就是怎么打 你不用想 她现在脚有伤了 你听命地非要调动她 因为调动而调动 反过头来你调动不了她 所以我觉得人 打的是一种心态 你看 反过头她不会了 这比赛就是如此有戏剧性 所以 所以乒乓球的魅力 真的挺大的 我觉得你前面打的 方向团打多好啊 突然一下 人脚伤她不会了 所以这球啊 就是说运动员就在场上 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 对 突发事件 像这个就属于突发事件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正常打 该怎么样什么战术 就什么样战术 自己坚持 一定要坚持 有效战术 你前面两局怎么赢的 你一定要坚持 你的有效战术 正手抢了 对吧 但是对于注意力来讲 其实反过头来 这会儿啊 她也就松了 松了 因为她脚弯一挽 反正我脚弯已经是这样 我也动不了 那我得球我就出这个质量 是吧 不像前两局 特别的宝 是吧 豁不出去 你看这时候出质量出来了 是吧 反正我也动不了了 那我没把这个球 我尽可能的质量高一点 我可能还会有机会 反过头来 她倒是松了 所以就是人啊 就是这个心理的状态啊 对于这个决赛来讲 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了 对 对 看来这个注意力 这手慢慢自己调整回来了 对 注意力这个脚伤啊 看来是真崴着的 是还动不了了 动不了 对 对于冯亚兰来讲 就是该怎么打 就怎么打 正常 按照刚开始 零比零的状态 现在 这就对了 已经慢慢又 恢复过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知道自己该怎么 正手进攻 正常 打正常拉 对于 对于 注意力来讲 现在 多坚持一下 就是胜利 多上一个台 就是胜利 用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了 对了 多坚持一下 每一板球 要求 要质量 加油 加油 第二板 加油 对 每一下 都要给质量 第二板 哎呀 机会 对的 这个战术都是对的 两个人 你已经动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 每出一下球 我就要拼命地出质量 我可能这个球就会很好 而且呢 除了质量之外 第二就是落点 对 一定要有落点的牵制和变化 要不然你这球就太平淡 没有质量 6比6 好球 6比7 这是对的 对于注意力来讲 就是这样 多坚持一下 就是胜利 加油 黄亚兰 这正手啊 现在也别太狠 也别抓住之后 就一定要杀板 先拉两板 也要想办法 可以跟注意力 并一并 对 多几板回合 不要着急 非得下大手 发大力 对 8比6 注意力这会儿是对的 这个战术是对的 以不变应万变 他反而站住了 你看这会儿 黄亚兰 快点 快点 不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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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 很悔 不要 点 打 awan 不行 我们 朋友 快点 Joy 好的 漂亮 6比10 你看6比6的时候冯亚兰这个正手进攻的这种球 哪怕拉上一个 这个现在局势也不会7比10落后 关键还是正手 机会就拉丢太多 挑打 好球 10比8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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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还想压一压 封亚兰的这种 对 这个势头 对 这个时候叫战亭也是对的 因为毕竟是 自己一个发球权 如果能够拿仗 这个发球权 那么这一局就赢了2比2 那可能还真的不好说了 打到第五局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朱以林呢 还是战术的话呢 我认为 就再多坚持一下 每一个出球 要给机会 要给质量 就是说一定要 把自己最好的 那个质量要打出来 那么这样 他才可能有机会 因为他的脚动不了了 他没有办法 按正规的套路 我们惯有的 这种套路打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是每一板球 我尽可能呢 就出质量 一下能治你命 不打你两下 但是对于 魂亚兰来讲 我觉得 还是心态 正常 你不要以为他脚崴了 我就另外一种打法了 不用 正常打就行 对 你看他6比10的时候 这三个进攻 这正手的出手都果断 对 就正常 脚正常 这是对运动员一种考验 十比九 因为你很难讲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意外的事情发生 我们继续来看 这场拼超联赛总决赛女团的冠军争夺战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单打 十比九 算得真好啊 想得真好 但这个球质量很高 这个朱宇林这板球 撕的球质量很高的 拱的 这个球我觉得测身是很冒险的 是冒险 但是被他算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回放 他这个球发完球以后给了这一滴下 这一下朱宇林质量是很高的 你看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搏杀了 这个球测身有点搏杀了 但是他最好他抢着位了 抢着位了 这动作还是太大勒的 想一板 能够 去 把他 得分的球 所以他一板想杀死 就没杀住 杀空了这球 这样双方呢 就打成了二比二 稍后要进行的是决胜局 第五局的七分制 我记得我跟乔宏我们两个人在 92年奥运会 他也纽伤了 女双决赛之前 马上开始比赛了 人身都完了 那么在那个瞬间 乔宏脚突然就崴了 踩到那个边上了 场地的边了 哇 我们当时心都凉了 真的觉得 好不容易打到决赛了 但是乔宏用他的意志力 扛过来了 但是我们呢 就不能按常规的战术打了 对 我就跟乔宏讲 我说你只要上台 我呢就得球全发力 因为我没办法了 因为他动不了了已经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超常规的一种战术 那么对于今天一模一样 对于这个 朱宇宁来讲 就是 逮着一把是一把 他不能打 这个阵地战了 实际上就是说 之所以乔宏能扛下来 你给他的这种 这个战术 你告诉他这样打 对他内心是一个最大的宽慰 他可以更加放开嘛 不 但是真的是忍受剧痛 我们来看 决胜局 腾亚兰 第二场单打是2比0领先 朱宁玲 那么后来呢 朱宁玲脚扭伤之后 看看这场比赛啊 现在打到了决胜局7分制 朱宁玲 这个决胜局 还是要可以并一并 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千万不能因为对方乱了 你跟着乱 是吧 出现了意外你乱了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自己给自己找难度 是吧 还是要正常打回来 正常打回来 对 正常 1比3 所以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卡壳 你比如打得他状态好好的 突然一下停电了 突然一下对方脚崴了 这都是刚才邓雅萍说的 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之后 你还能不能回到 原来的好的状态 这个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挺考验人的 漂亮球 真是个高级球 对于冯雅兰来讲 就是不要想这么多 正常打 充分的用好记得正守卫 不要说我非要调动他 你原来怎么打他 你就怎么打他 不要因为他现在脚崴了 你非要调动他 不要 对了 正常打 对于朱宇林来讲 就是我得一下试一下 两个人的战术是不一样的 冯雅兰接发球场攻 现在决胜局打成2比3 加油 加油 冯雅兰 加油 侧旋 白短 冯雅兰再回 注意能拉起来 2比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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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雅兰这个球还是这样 动作太大了 对 你抓住机会 你正手要下手 但是你机会不好的时候 有难度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稍微 控制一下 缓一缓 可以和朱宇的打个相持 对 朱宇林因为他不是很凶吗 对 他脚伤了他也凶不了 三网 2比4 漂亮 别急 不要急 对 控制 对 这个球啊 今天是冯雅兰最增强 他自己自信的一个球 他相持反手跟朱宇林 他对得住一下 他对得住 他也不怕 正手 冯雅兰不要去追球板板发力 机会好发力 机会不好 可以中等力量过度 然后 Kathryn 对 有 所以这两个球 他对得住 他对得住 让人们 他对得住 他对得住 肯定的 将手 有 没有 看 是 变化一下反手 拉起来 轻拉 漂亮 漂亮 真的抓住了 最好的一个 侧身进攻的最佳时机 这板球正手了一板爆冲 看到这板爆冲 直接把朱毅玲直线位给拉穿了 坚持 朱毅玲 坚持就是胜利 对 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你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你又动不了 你又没办法抢弓 对吧 死靠顶就是抑制 这会儿就是抑制 没别的办法 就扛 死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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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有 错 哎呀 漂亮 这球打得很巧 好 朱毅玲关键的一板是 他变了他一个直线 对 但他没有着急 对 就扛他直线扛得好 他确实可能脚是跟不上 他没办法 按道理来讲 但是他防守他有准备 对 对 反手压直线 这球很漂亮 这样朱毅玲赛点 6比5 对山东鲁能俱乐部来讲 看看这场尤为重要 朱毅玲能不能这个球打得巧一些 这球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理解冯亚玲的那种状态 那种心情 就一定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风格 其实朱毅玲她测不了 她就是脚崴了之后 是吧 你没必要这么凶 你最后一板 你多两板相持可不可以 变朱毅玲正手 跟她拼正手 再拉她直线 来回的就是说 迂回的战术再多一些 是不是可以 这球太猛了 最后一下 但